大帅俺留了样东西给您 什么东西 狼烟散尽亦平安 血尽争骨挤家环 大家好 我是二面谷 颇阳湖之战 朱元璋利用火攻 成功将烈士转为盛士 二十万人 打得五十万人 节节败退 近一半人死在了湖中 最终将陈有亮困在了湖心轴 从俘虏口中得知 陈有亮此次东伐 只待了一百天的粮草 蓝玉在洪都挡了他八十五天 这鄱阳湖水战又近半月 也就是说 陈有亮开始断粮了 那就好办了 只要长玉春堵住靖江口 和南湖嘴两个出口 他陈有亮不投降 就得饿死 或者突围 为了稳住溃散的军心 陈有亮赐给了千总以上的将领 每人一杯酒 这杯酒沾蛇 全吐了 原来杯里根本不是酒 而是掺杂着二十万兄弟血液的 鄱阳湖水呀 难喝吗 难喝 为什么难喝 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 带头败退 一边说 一边看向宋主义 我嗓子都喊屁了 都喊不住啊 这才有了血染颇阳湖啊 他这话音刚落 亲卫抽出屁刀 啵死一下 就把宋将军给囊死了 上集 他宋主义因为功成勇猛 被封了赏 加了管 这是告诉众将 肯拼命保你们高官后路 临阵退缩 也保你们买骨他乡 这连红呆吓唬 士气才算有所恢复 随后下令兵袭京江口 上尉 常义春前人来报 近日黎明 陈宇亮突然举兵 袭击京江口 险些破围 常帅率军立战 才把他们打退了 但仍有七八人脱逃了 陈宇亮呢 常帅肯定脱逃的当中 绝对没有陈宇亮 但他还是亲自带兵吹杀 力争无一落 常义春失职 既大过一次 通报全军 一以为鉴 照办 朱元璋心里爽啊 可算逮到常义春的小辫子了 因为那半壶酒 被那扁都的敲诈了几百匹战马呀 看他以后还得不得瑟呢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陈宇亮派人从京江口突围了四次 皆是以失败告终 儿子陈宇劝他爸 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派人从南湖嘴试试吧 陈宇亮掩路邪广 不 明天再次突围京江口 陈宇无语啊 老爹啊 粮草断了一个星期了都 将领们还能以鱼瞎冲击 虽说吃到值饭恶心 最起码能饱腹啊 士兵可就惨了 只能挖草根吃树皮 不怕死的 已经开始过河投降了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 臣有亮一百首 别磨叽啊 我自有分寸 遵致 四日 第五次偷袭京江口失败 中将是靠不住了 陛下 我们现在打个放屁都是大闸蟹味 实在是受不了了 做梦都想吃口米饭呢 这海鲜自助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您得想折呀 我把实情告诉你们吧 就在首次突围那天 已经有两名信使破围而出了 他们现在肯定已经把我的信函 交到了张士成的手里 我有实诚的把握 张士成看了我的信后 一定会火速出兵攻打精灵 朱元璋的老巢被吸 首尾难顾 根据禁尸 他还能待得住吗 所以十天后 就是我们杀出重围 龙出身天的日子 不是 您既然有这计划 那还叫俺们突围个毛啊 本来就饿 省点体力不好吗 放肆 短浅 突围自然有突围的道理 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将张士成有滋有味的 听着信使催牛逼呢 张帅 那朱元璋被俺们一炮给轰死了 眼下无军群龙无首 只要您出兵三十万偷袭金灵 绝对如探囊取物 阿曼陛下已经凯旋回使了 就等着您的捷报呢 以后天下就是咱两家的 这张士成差点没效苦了 朱元璋真死了 他陈尤亮还能把金灵让给我 还凯旋 在湖心州吃海鲜 吃出义证了吧 前方记者昨天送来的情报 任朱元璋每天游游泳 钓钓鱼 等着你们被饿死呢 还跟我搁着冲胖的 回去告诉陈徒子 他死了 朱元璋我自然会灭 打发走了信使 老弟张士信觉得 哥呀 不管他陈尤亮死不死 眼下偷袭金灵 的确是好机会呀 哼 眼光浅了 我问你 实力远不如陈尤亮的朱元璋 为什么能以弱胜强 其关键就在宏堵 八十五天的顽强抵抗 损了陈尤亮的兵 折了陈尤亮的事 这才让朱元璋乘胜追击 他陈尤亮比蓝鱼弱吗 当然不 如今被困狐心轴 绝对会拼死一击 待得他们两败俱赏 咱再收渔翁之力 若现在攻打金灵 朱元璋顺流而回 跟咱们拼命 这胜负难料不说 再让他陈尤亮得到喘息 明朗的局势将再次扑朔 这张世成的隔岸观火 终于让陈尤亮踏入了绝境 李善长从军医口中得知 被解剖的敌军卫里都是草根 据推算 最少断粮半个月 眼下只要去降书一封 在士兵的耳朵里传开 这已清的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这朱元璋觉得有道理 可是计谋方面 还得是刘伯文呢 把李善长的想法说了一遍 刘伯文听完 首先 陈尤亮绝对不会降 但是 借着招降陈尤亮 而使其军心动摇 不实为好计呀 对了 如果要招降 最好是后天 因为十月出散 是陈尤亮的五十岁生日 咱借着良辰吉日 给他送份大礼 不气死他 也能多加几点暴击呀 两天后 一艘小船载着酒肉礼盒 外甲招降书一封 驶进了 湖心州 当今天下 兵阁如海 风火连天 苍生转瞬即王 有亮兄能静火五十 可谓高寿 足堪自豪 帝元璋 盼兄福寿延年 延年福寿 但是兄侄子奄奄一息使 寿又从何来呢 帝以为 只有一条路 清城来归 米面两响 熟牛肥羊 都为列位准备妥当 如兄执迷不误 余地这里 刀枪剑戟 重锤铁棒 一位列位准备妥当 朱元璋 他多么得意啊 六十万大军 到最后落得个走投无路 还要面对嘲讽 有道是老奶牛亮腹肌 七尺大乳啊 陈友亮一气之下 告诉信使 三天后 自己带着所有将士 归降无王 这听说陈友亮投降了 刘伯温敢肯定 诈详 后天将是他最后突围的机会 陈友亮从哪突围啊 至于从哪突围嘛 很简单 他连续五次偷袭京江口 其目的 就是让咱们把兵力 分散到京江口 为了最后一次 突袭南湖嘴 做准备 这事吧 咱想了小半熟才能想明白 你怎么意义就到破了呢 你可太厉害了 我又说了嘴了 既然大帅想了小半熟 我怎么应该想大半熟 自从上次 肆意妄言 被朱元璋警告了之后 刘伯温这口宝剑 是越来越锋芒内敛了 既然断定了陈友亮的突围方向 朱元璋下令 将大本营的兵马 全部调往南湖嘴 现在两个出口都有重鸣 他陈友亮插翅 也别想飞了 四日清晨 四王子朱棣 正射箭了 小小年纪的他 已经可以做到打哪指哪了 那是渐渐远离把心 刚巧 朱元璋出了营仗 小朱棣吓得手一抖 中了 看着儿子开心 朱元璋也高兴啊 溺爱的夸奖了几句后 来到了码头 刘伯温正监督粮草运输呢 朱元璋把刚才朱棣射箭的事 当笑话说了一遍 这熊孩子 瞎猫碰见死耗子 够他吹一天的了 刘伯温笑着笑 按文化词 叫做歪打正着 也可以叫指东打西 哎呀 还是有文化好啊 说出来的词就是好 朱元璋猛的一愣 指东打西 对 就是指东打西 昨晚我想了大半宿啊 总觉得陈友亮突围南湖嘴 差点味 始终没想明白差在哪 现在想通了 他突围南湖嘴 你都没过脑就能想到 这也太容易识破了吧 容易到仿佛他是故意告诉咱们的 现在想来 他就是故意的 好让咱们把大半营的兵全部吊倒南湖嘴 这就是他指的东 而他要打的戏 正是空营里的我 您想啊 如果我死了 他就彻底翻盘了 这才是他陈友亮啊 为了怕咱们反过味来 他绝对不会明天再动手 而是今天 这位大帅啊 秀绝之敏 心智之奇 真是古今罕见啊 将来他要是做了君王 真令人心寒啊 要说他朱元璋猜对了吗 对了 一点都没错啊 陈友亮根本就没想过要逃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孤注一掷 此时的他 带着剩余将士 已经到了十晚朱元璋的水师大阪营 看着干净的湖面上 只有唯一一艘战船 而且朱元璋就在船上 他知道大计已成 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 今天必须亲手宰了他 手持战刀 带头冲上了对方战船 来到朱元璋的身后 刚要了结这一波三折的东伐之旅 眼前身披率场的人一回头 赫然是马三岛 陈友亮脑袋一阵眩晕 知道完了 原来朱元璋的大军都被吊到了南湖嘴 集中生智的他将机就进 来了一个以假乱针 有敌深入 斩草出根 大帅让我在这 恭候大人 看人呐 大帅托我给您留句话 什么话 守战 计决战 一战 定乾坤 大帅 安留了样东西 给您 什么东西 历史上的陈友亮 有着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他不择手段 心狠毒辣 称得上一代萧雄 但天地间 讲究一物相一物 谁让他遇到了朱元璋呢 只能含恨退出了历史舞台 朱元璋以一军正统 受小明王赤锋 截至天下一军兵马为由 轻松吞并了陈友亮的残部 还有地盘 这儿子陈礼 侥幸没死 父亲请罪 求朱元璋饶自己一命 朱元璋不但饶了他 还给他派了一个差事 做自己的信使 给张世成送劝详书一封 但余地这没呀 第二个陈友亮 远不如第一个 下集 朱元璋成功吞并张世成 成为最后赢家 称帝也被提上日程 但是这登天提上 却有一个绊脚石 你还记得小明王吗 记得 那有难言之隐的 说下明白了 明白就好 起来吧 好